大家好,我是Paul 就到周五英文一起度 回忆起在多伦多居住的日子 有一个非常 或许大家不好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边 尤其冬天的时候 可以好几天不洗澡 以前会去教会 据大家了解 大家有时候会讲一些八卦 其中有个牧师 他一个礼拜没有洗澡 当时的我其实没有觉得怎样 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 大概三天或者四天不洗 他一个礼拜不过多一两天而已 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干燥 比较不流汗 你可以一整天不流一滴汗 然后空气 至少在我们住的地方 不是很脏 所以你真的不觉得身上是脏的 你甚至不会有那种汗臭味 腋下也没有糊臭味 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很舒服的 躺下去睡 醒来之后第二天又过了一整天 尤其像周末的时候 你可能不出门 没有茶 不洗澡 无所谓 所以这边这个讨论就是 正在问的是 30岁以上男人的这个版本 一个版面 as men over 30 showering everyday yay or nay yay or nay 就是yes 或者不 yes or no ok does this deplete natural oils from skin and hair 所以你会不会洗澡之后呢 就把你身上自然的一些油脂给吸掉了 甚至头上的一些油脂 所以他用了deplete这个字 就是把什么东西给耗光掉 natural oils 天然的油脂 from skin and hair 那我大概也不用看他这一块 我们直接看下面大家讨论就好了 因为讨论反正我们可以学到比较多的一些字 也先直接告诉你一下 下面只要是比较 我其实很废话 你身为如果是住在热带国家之类的话 或者热带区域 亚热带 你一定是每天洗 甚至一天洗超过一次两次 那一样相对来说 就住在温带汉带的话就比较少 所以下面讨论也一样 那住在佛罗里达或之类的 当然每天洗 住在泰国的一天三次 但如果你住在北美或之类的 much less so 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看一些比较 像deplete这个字刚看过的 来 那他又讲shampoo这个字 shampoo你知道是洗发精吗 可是其他也是动词 OK 所以do you shampoo 就是你用不用洗发精 那我很多年前 就有知道有一个一股运动 一个蜂巢 那个蜂巢就是不用洗发精来洗头 所以那个叫做poo free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白痴 poo free听起来像没有大便 不大便 poo poo就大便 可是选poo的poo也是poo 这样 所以poo free就是不用洗发精来洗头 那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成分 或者是chemistry不一样 就还真的有人不用洗发精 他的头维持的比较好 这样子 头发维持的比较好 可是也有些人觉得真的大灾难 我自己就完全不敢试 好 anyway 这个不扯 我们今天不是要讲poo free的这个概念 但也讲给你 讲给你听就是 来 那我们看一个片语 这一个 yes so if I don't shower every day I hear about it from my wife 所以要是我不每天洗的话 我老婆就会跟我睡念 I hear about it from my wife 所以从我老婆那边听到 你怎么不洗澡 你怎么臭臭的 right so if I don't shower every day I hear about it from my wife ok apparently I stink by the end of the day 所以我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身上是会臭的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by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多固定的片语 就不是一个那种 collocation上的东西 因为by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时间的deadline的感觉 by Monday by Wednesday by the weekend so by the end of the year 就是等到年底的时候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by the end of the week so by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等到一天结束的时候 它会臭 那做比较的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所以这是一个 这才是一个算是 固定的一个片语 at the end of the day 它大概有时候翻译成 就是毕竟怎么样 ok毕竟 照个例句好了 这样子 例如说 我们不应该 可能会说 我们要抵制虚拟货币 因为毕竟 它不是实质上存在的东西 它没有纸钞的一个形状 然后它不能够去银行自由的交易 我真的像白痴 事实上 cryptocurrency是可以自由交易的 但不管 或者说它没有中央的一个东西来控管它 有的人会觉得反而不舒服 就是说 所以我个人抵制 cryptocurrency 因为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not supported by a central bank of any country 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有时候理解 我也是毕竟怎么样怎么样 ok 这算是一个比较笼统的翻译 我其实不喜欢 毕竟这个翻译 可是没有更好的替代评 就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cryptocurrency 讨论了一整天 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觉得它不好 所以at the end of the day 翻译成毕竟 好了随便了 anyway来 那再来我们再多看一个 所以它刚 它是回应刚刚这个人说的 说似乎我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会臭 所以不惜知道 老婆会念这样子 那下一个人回应它就是 sounds like you need to step up your underarm game 所以这里的片语 其实是step up your game 所以step up somebody's game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game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该在某一个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东西 你该多努力一点 这样子 你要加把劲的这个概念 hey you gotta step up your game you gotta加把劲 这样子 所以这个加把劲 没有劲这个字 英文可以拿来equivalent的使用的 所以就是game这个字 这个game你要step up 往上堆上去 这样子 往上踩上去 step up your game 那它还多加了一个underarm 什么是underarm 嘎吱窝 所以你这个嘎吱窝的这个部分 你要加把劲 也就是多擦一些会香香的东西 那我都会擦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有味道的 So sounds like you need to step up your underarm game 所以这边这个片语 step up somebody's game 很重要 其实 那它接下来说的这两样东西 生活的物品 我也觉得我们真的应该知道 那它似乎认为它是不一样的 他说Are you using an antiperspirant or just a deodorant 我其实没有以为 这两个东西是有太大的分别的 对我来说 它们俩长得也都一样 可是我相信 比较讲究的人会觉得它不一样 那我们都看一下这两个字 perspire这个字 P-E-R-S-P-I-R-E perspire是流汉 所以把它变成一个名词perspirant 那加个anti在前面 所以这个叫止汗剂止汗高 防止流汗的 antiperspirant 那另外一个字就是deodorant O-D-O-R就是气味 那rent结尾又变名词 前面加个DE 就是把气味去掉 所以deodorant deodorant 所以deodorant就是除臭剂 这样子 那你只要去卖场 或者去去城市 加那个什么 去城市还有什么东西 抗氏煤之类的 这些药妆店或什么的 都有卖 好 你就是大概这么大一罐 这样子 OK 然后就是可以让你擦腋下用的 不管是尼威亚或者是 还有什么牌杂 反正有若干牌杂 在国外的牌子更多 好 所以我认为他们俩是一样的东西 但或许功能不一样 一个是止汗 一个是除臭 总之都擦在腋下的 这样子 那他有益状的 他也有粉状的 那粉状听起来很奇怪 可是他的确是粉粉的 其实 好 anyway 然后他说 有没有试过其他牌子什么的干嘛 我问一大堆 但总之就是因为有汗的味道 所以大概才会有 好 所以这是刚刚看到的 yeah 那再来呢 就是有的人是不是每天洗 但有的人是隔天洗一次 所以两天洗一次 这应该怎么说 你可能想说 两天一次 so once every two days 听起来好像没有错 once in two days 或许好像也可以 可是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说法 就是every other day every other day 就是一天有 一天没有 一天有 一天没有 读一下这边给你看 I'll be one of the odd ones out and say that I shower every other day on average 所以他这边说 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 我隔天洗澡这样子 每隔一天洗澡 but my situation is a bit unique 他说他的处境还蛮特别的 I work from home 这个是什么unique的 so I don't really get stinky that fast 所以不会臭得很快 这不是废 这又怎样 so if I'm outside exercising I'll shower 要是我这外面运动的话 我会洗澡 废话 but otherwise every other day seems fine 所以否则的话 每隔一天洗是ok的 这个人讲话好无聊 说了一些 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些资讯 好我们就不看下去了 anyway 所以啰啰嗦嗦的 来 但还有一个 好吧 那继续说下去 还是要看同一个人的 他这边有一个片语值得学 就是他刚讲完了这一大堆的 所以老婆他也 老婆也不会说觉得臭 要是他每天洗 跟隔天洗都没什么差 但是我们说一个题外话 so as a side note my wife says that I have great skin so as a side note 就是讲个题外话 ok 所以这个片语固定的 as a side note ok 学一下 记一下 所以他说他在这边臭皮 他的皮肤不错 好啦算了你屌啦 ok啦 来然后再来 或许我们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算是个也是蛮重要的片语 这个人说 每两三天洗一次 那他一定也是住在 韩代文代国家 I shower every two to three days or whenever something makes me work up a sweat or just get dirty whichever comes first 好所以 聊到三天洗一次 或者 每次只要有东西 会让他work up a sweat 所以这个就是 总之你做一做事情 做出了一声汗 ok 所以就work up a sweat 所以sweat可以当作 我本来就可以当名词汗 那他也有a sweat 这样的一个用法 ok 所以work up a sweat 刚刚说的 你做事情做出一声汗 那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一样 就是爆汗这样子 飙汗 我们就叫他break a sweat 所以这个动词用的很有趣 就是break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片语 是在有一个我很爱的电影 就人生中十大好片之一 美国心玫瑰琴 他的英文片名 就是American Beauty 那总之讲的 那个主角跟 他的邻居在那边跑跑跑跑 就邻居跑的都没事 然后他跑一跑 遇到认识的人停下来 他说 我已经快死了 结果这两个地方 连一滴汗都没流 I saw my life flash in front of me and these guys don't even break a sweat 我记得他讲 大概是这个内容 但是我觉得break a sweat 这个片语蛮有趣的 就是流个汗这样子 break a sweat break 很有趣的一个词 ok 所以我刚刚的work up a sweat break a sweat 那再来往下看 那我们说 就在这个韩代国家 温代国家 你的皮肤如果说是 如果那个地方提气候干燥 像台湾真的不干燥 所以我们在台湾皮肤 比较不会 该怎么说 就是粉粉的吗 粉粉听起来乖乖的 不是颜色 而是说 好你想象也好 想象一下 要是你皮肤很干燥 你这样子一抓 抓了之后 那个皮是会掉下来的 ok 所以这个词叫做flaky flake这个字就是 小小的碎片 小碎片 像雪花叫做snowflake 然后我们吃的玉米片 叫做cornflake 所以flake就小碎片 所以你的皮肤 想象一下 抓个一下 就会脱皮 在寒冷的地方 真的会这样 所以会干 没有油脂 然后容易脱皮掉 这样 所以这flaky so your skin gets flaky ok 如果在台湾住 一辈子人可能会 蛮难想象这样子的状态的 可是事实上是真的会的 或者我想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油也还是会 像头发比较油的时候 你知道会有头皮屑吗 那头皮屑就是flake ok就是flake 那头皮屑的词叫做dandruff 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下 dandruff 这里没有 哇 整片没有人探讨头皮屑 还是我打错词了 有啦 对吧 OK 好 所以这边有些人给一些建议 所以肥皂的话 就躲开一些有气味的肥皂 OK 但是如果你有dandruff的话 你的头皮就可能多需要保养什么这些 所以这边说了一些蛮啰嗦的字 我只是要给大家看dandruff这个词 叫头皮屑 学一下就是了 头皮屑 屑 头皮屑也不是屑 随便 然后还有一些词也是蛮酷的 我觉得再看一下下 像这边有个词叫做acny 所以台湾人是 你脸上的皮肤 不用肥皂的话 洗起来怎么样 no acne or pimples之类的 acny pimples 其实讲应该同一个字就是痘痘 这样子 acny 另外一个词叫做 eczema 这个词叫做湿疹 OK 所以这边看到一个词 acny eczema 之类的 好 所以可能每个人都加起来一些状况 我自己是还好 我曾经在刚搬到中立的时候 发现身上有湿疹 样的状态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it went away 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见掉了 所以也没有太担心 好我们再多看几个词 这个词我觉得很酷 我对我来说这个词蛮新的 叫做neck beard neck beard neck是脖子你知道 beard是下面的鬍子 我们说这个上 我现在正好有一点 所以这个嘴唇上的鬍子 叫做moustache 下巴的部分叫做beard 那beard有的人是连整个脖子都会流 那这个就叫做neck beard 那虽然说这里的 所以他虽然说是一个这样的名词 可是他也是可以延伸成是某一种人叫做neck beard 那我找过了一下下他的这个典故 以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屌 然后不锈蝙蝠 然后觉得就是很自大这样子 所以这种人我们就叫他neck beard 有兴趣的自己可以再多找看看 那我是还蛮少看到这个字的说实材 所以他自己认为 他不是那种很奇怪的neck beard so I'm not a weird neck beard or anything so I'm a middle management office guy 所以他今天只是一个中阶的管理人 管理职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工作的人 这样子 一个该怎么说 白领阶级大概是 所以他不是什么neck beard 所以neck beard可以 算是一个社会上的某种人的一种标签 可以算是这样子 好anyway 然后最后有一个词认识一下下 叫做bidet 他的法文原本的发音好像不是这样 但是在北面他的发音就是bidet 这个bidet叫做浴桶 ok我在这边真的有看到这个词 yes ok 所以他说他会用一些body powder deodorizing spray around my junk every morning 所以他就刚同一个人 所以他会在 甚至他的内裤里面都会去除味道这样子 就是deodorizing spray 用在他的junk里面 这个junk就是他的那个私密处这样子 so in order to keep any sweatiness or grossness from happening down there and use a bidet anytime I go number 2 所以他只要go number 2 也就是上大号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bidet 那个bidet就是做浴喷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的话 就是台湾真的可能没看到过 因为他甚至必须得重新拉一条不同的管线还是之类的 但总之在国外有些比较地方会看得到 所以他看起来像是个马桶 可是不是马桶 但是他简单说就是给你吸屁股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这叫做bidet bidet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已经要被时代淘汰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发明了免制马桶 免制马桶根本就可以完全取代掉bidet就是了 这样子 好了 今天啦啦咋咋 其实我好像觉得没有讲很多英文 我一直在讲中文 I feel bad but anyway 一直在讲洗澡 今天一直在讲洗澡就是 好了 前面有些词我觉得蛮重要 step up your game OK I gotta step up my game I gotta speak more English words 好 so by the end of the day or at the end of the day 两个片语 复习一下下 然后那个插在意下的东西 antiperspirant 或者deodorant 我个人真的觉得差不多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 每隔一天 every other day 所以他也可以用在 例如说 每隔周 所以你会去运动 可是你这周去 下周不去 下周去 再下周不去 so you go to the gym every other week 你只要塞一个other进去 就是有中间隔开周的概念 所以那或许你 一月做什么事 二月不做 三月又做 四月不做 每隔一个月做 所以能不能说 every other month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有没有every other year year 当然也有可能 所以每隔一年做什么事 所以只要是隔一个 什么什么的一个 这种时间单位的话 加个other进去 就没问题了 好了 这算是有点复习了 OK 前面讲过 然后留个汗 work up a sweat or you break a sweat 好了 差不多了 拉拉杂杂的 希望你享受今天的单元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